2023春季中國廣州國際茶葉博覽會開幕 這是疫情後茶博會首次舉行線下展 中外茶商踴躍參加 耀藝鳴報道 茶博會從原來的廣交會展館C區 升級到暫身的D區展館 展覽面積達到4萬平方米 辦展環境更寬敞 市民逛得更舒適 正式開門不足1小時 有市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橙皮 買了紅茶 它擺攤就沒有假東西 預算會增加一兩倍左右 今屆茶博會專門設置了 鄉村振興茶葉展區 好像湖北宜昌就第一次 由市政府牽頭組團來參展 茶博會就是最好的一個茶葉展銷平台 反正市場也是我們宜昌茶葉的重要市場 組織宜昌的企業抱談參加 希望更多茶葉朋友 關注以上的茶葉 採訪過程當中 這幾位俄羅斯的客商主動來對接採購意向 確實我們想要延伸中國和俄羅斯的商業 市場的風向標每年兩屆的廣州茶博會 一直是各品牌茶企新品發佈的主陣地 近年來為了迎合年輕人飲茶的口味和習慣 越來越多產品的設計就更年輕化 市面上越開越多的茶飲店很大程度上 說明了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成為茶行業消費的生力軍 所以茶葉企業無論在產品設計還是包裝上 都要迎合現在年輕人喜愛的消費習慣 你猜這是一款奶茶?打開給你看就知道了 透過杯內的這層薄網過濾 注入熱水30秒就可以隨時隨地喝到一杯濃香的金浦茶 由於使用原業壓制的茶磚沖泡 口感比茶包更純厚更耐沖 我就感覺它方便 然後工作起來比較提神 不會犯困是這樣子的 這裡佈置到好像一個藝術品展覽一樣 發映了部分茶企業對行業未來發展的期望 無論是普爾茶還是任何一個茶類 就是你都應該讓自己整整齊齊穿得比較得體 我相信普爾茶會成為中國茶的代表 然後走向國際 今屆的茶博會將會持續到28日 廣州電視記者姚毅明報導